被誉为是G2的中美两大超级强国 最近因为爆发了贸易的摩擦 那么也使得欧国会是特别受到瞩目 美国总统欧巴马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22号在纽约举行的双边会谈 双方的会谈气氛良好 两人都是呼吁中美要加强合作 美国总统欧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礼貌性的握手寒暄 营造会谈前的良好气氛 中美两国最近因为轮泰关税引爆贸易摩擦 但双方这一卧化解了不少烟消味 我和总统先生在伦敦大城的各项共识正在等落实 双方正在共同建设 积极合作全面的众美关系 这是欧虎两人今年以来二度会面 接下来欧巴马和胡锦涛还会出席联合国核不扩散峰会 和周末的G团体高峰会 而11月在新加坡的APEC领袖高峰会 两人还会再次见面 未来两大超级强国G2的互动将会越来越密切 中天新闻黄碧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